照著這個條碼去掃 然後就會出現一個簡訊的畫面 所以它這個簡訊就是會送到1922 那你就按傳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直播記者會 示範簡訊實聯制使用方式 開啟手機相機拍攝QR Code 點選連結後發送簡訊 不到5秒就能快速通關 也不必擔心各自外洩 就算是使用傳統手機 只要簡訊寫下電碼 發送到1922同樣輕鬆完成 重點是完全免費 按行動電話認證 輸入身份證字號 電信 簡訊實聯制全國通用 不管搭車到公家機關洽工 或是店家小吃攤都能用 行政院特別製作40秒短片 教店家申請一次上手 只要進入簡訊實聯制系統 店家登錄頁面 填寫相關資料和手機號碼認證 就可以下載申請QR Code 如果你是店家的話 你要確認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剛剛就是送出的那個簡訊 它的售化方式1922 第二個是說你的電碼有放在那個簡訊的內容裡面 只要這兩個完成了 它只要按送出 那不會有什麼訊息回傳了 現在它就已經完成實聯制的動作 你就可以放它進場了 即口罩實名制後 行政院數位政委唐鳳在出手 設計簡訊實聯制系統 方便消費者和店家使用 也建議民眾可以用LINE加入疾管家 隨時掌握疫情資訊 記者 邱世民 台北報導 帶你來找我 請問給他 請問我 請問你 繫 軟 海市 感谢观看